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球进了 一张漂亮的林孔 再来欣赏一下这个进球 这个传中球非常到位 直接找到了接应的队友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方现在变成了1比0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艾莫索拿球 奥罗斯 可惜呀 就骗了那么一点啊 罗嘉慧 这球有了 又一个几乎是没有停顿的 连续两个进球 对方有点懵了啊 来看一下进球的回放 这脚传球分量给他夹的好车 完美地穿过了对方的防线 送到危险区域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打门 真是好球啊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2比0 阿特尼亚 球到了前场 开始组织进攻 这个穿冲球被挡住了 这次拦截啊 真的非常漂亮 让对手之前的组织 全部变得徒劳无功了 身边有队友上来支援了 好早喽 这球越位了 往双 他持续代球推进 一脚横传传向后点 找这里的队友 在前场抢到球了 亚历克西亚 普特拉斯 西班牙姑娘们 把球权送了出去 有一个反击的机会 边路空间很大 这个球被防止队员破坏了 裁判给了个任意球 裁判没有对他出牌 只是警告一番 换做其他裁判的话 他可能早就被发下了 今天的裁判 可能为了平衡场上的局势 并没有选择出牌 亚历克西亚 普特拉斯 明显的机会 这个球进了之后 他们就只落后一个球了 在这个位置的球 几乎都是逼近的 不过他的反应和预判 也都非常图色 比分被改写成了2比1 这角大范围转移充分体现了他的开阔的视野 王双 他还在继续带球向前进攻 王双得分的机会 漂亮 这个球一进 他们就领先两个球了 如果给他时间和空间 他就能上演这样的进球 必须这时候你要问问后卫 为什么没能成功抢断呢 不过这个单刀的确是漂亮 双方目前的比分是3比1 他这角传球成功地找到了对方球员 在他判了犯规 他这回用头把球送进了对方球门 队友传终的时候他做出了最好的选择 这个头球太漂亮了 比分已经被改写成了3比2 他在边路一片开阔地 王双 我可以打包票啊 这绝对是一个会被反复播放的进球 这种球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啊 毫无疑问 这个球最精华的部分 就是这个让人叹为观者的动作 马赛回旋 轻描淡写的拉球转身 让之后的所有动作都变得如此简单 双方目前战成了4比2 阿特尼亚德尔卡斯蒂罗 阿特尼亚拿球 球没控住 交到对手脚下了 可以打门了 哎 又一个呀 他们今天脚锋很顺啊 已经领先三个球了 单枪匹马杀到对方腹地 将球打进 太精彩了 干净利落 简直不可阻挡 上半场就大比分领先了 这个划陈断球非常漂亮 上妹子往上拿球 人家还是碰到球了 防守队员抢先出脚 将球破坏掉 这样他们门前的警报也解除了 一致高水平的球队 不光善于创造机会 更善于捕捉机会 大比分领先 正是他们全队水平的真实写照 看起来啊 这次裁判没有要掏牌的意思 只是口头警告 但是下一次可就真的很难说了 张瑞 漂亮的过顶挑船 看看张瑞的处理 这球要是近了就太漂亮了 没有人想到他会在那么远的地方蹊跤 运气还是差了点啊 高手偏出了球门 是 乃伊特 奥罗斯 看看穿球质量如何 非常重要的一次抢断啊 打高了一点没能压住啊 这球传的真是莫名其妙啊 上停补是两分钟 边路空间很大 他们把球控制在自己脚下 但是转眼呢 就把球权交给了对手 裁判判罚了任一球 裁判这次算是放了他一马 还应该庆幸啊 这次没有给牌啊 是啊 防守队员抢线 把球破坏出来 在主裁判的哨声中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 双方异地在战西班牙女组开球 下半场比赛开始 这队友上来协助进攻了 没能考验到门将 唐嘉丽 帮珊珊 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 门前空了 好机会啊 关键时刻上演了大型真人秀 门将去哪了 这种打空门的机会 他是不会放过的 没错 抓住对方漏洞 迅速将机会转化为进球 非常漂亮 比分被改写成了5比3 漂亮啊 完全把防守队员晃晕了 亚里克西亚 普特拉斯 这脚直接有机会啊 精彩的防守啊 罗嘉惠 晚期的机会来了 晚期没打成 球权被对手拿到 还在继续代球 没能逃过裁判的火焰金睛 确实是越位了 他是孙悟空转世吧 他们的替补队员要登场了 这个球啊 看看会怎么处理 双妹子 往上拿球 这种拦截啊 是对进攻方士气的重大打击啊 对手已经大局压上了 正好打反击啊 丢掉了球权 反击失败了 稍微偏了一点 队友拿不到啊 接外球 网霜 可能有机会 这次进攻 本来可以成功 没想到 对手破坏掉了 事业非常开阔啊 一个过顶挑船 把球掉过了防线 这个强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下半场已经进行了20分钟了 比赛时间还剩下25分钟 上妹子 往上拿球 往上的机会来了 他是今天毫无争议的关键先生 也是帽子戏法先生 今天这个状态是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他这次进攻 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射门的这一下 也非常值得夸赞 对方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 他都完美地应对了 找到了机会 起脚射门 目前的比分是6比3 控住球了 还在界内 抢断成功 拿回了球权 球出了底线 球门球 王珊珊 双妹子 王珊拿球 王珊 得分的机会 你敢信吗 这种球资都没打进啊 这么近的距离啊 他完全没必要 放那么大力啊 就是啊 球出界了 看看判给了谁 前场压力给得很足啊 反抢成功 方式队员送给对手一个脚球 直接把球发到了进距离 解围不彻底啊 还有进攻的机会 基本上没有给门将造成麻烦 距离常规时间结束只有15分钟了 爱莫锁的机会来了 这回没问题了 进了 这个球啊 真的要夸赞进球的队员很有自信 但另一方面对门将来说 没有封死进门注 就是他的责任了 现在的比分变成了6比4 直接打门 就打偏了 当赛雷斯 就再次回到对方脚下 刚才真是危险啊 还好技师断下了球 珍妮 阿尔摩索 教练该换人了 他还在带场比赛 王双 罗家慧 反击的好机会 罗家慧 王双的机会来了 拦住了这脚射门 身边就是有队友来支援了 打门 幸好有门将在啊 上边有人在热身 看来要换人了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黄鼠队员把球破坏掉了 有机会展开反击 还要再捕食两分钟 全场比赛才能结束 该让他下去休息一下了 这个带伤比赛啊不是明智的选择 他这一路向前盘的奔着球门就去了 进球的机会 球进了 分差来到了三个球 胜券在握 再看一次这个进球 看起来很简单 跑到位 打门 球就进了 但怎么跑的那个位置 这里边啊 学问可就深了 比赛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 zoom 感谢观看